好继续带你来关心4月份的强震市重创了花莲 那么灾情比较惨重的泰鲁阁国家公园 事发到现在两个多月的时间 持续在进行復健工作 那么其中受损比较轻 安全性相对高的景点步道 包括了泰鲁阁游客中心 长春寺 部落湾等地 最快在今年底就能够陆续的开放 4月份强震泰鲁阁国家公园宅情惨重 事发至今两个多月还持续在进行復健工作 昔日游客抢拍的排楼前如今空荡荡 连个人影也看不见 让不少店家直接拉下铁门暂停营业 这边是不是很多人都休息了 对啊 几乎餐厅都没有人开啊 我们这个端午廉价 这个地方跟鬼城一样连人都没有 泰鲁阁目前分三阶段在进行抢修 针对和幻山园区南端基本上没有灾害已经开放 至于中恒沿线的轻微灾区 包括泰鲁阁游客中心 部落湾 长春池 天翔 目前已经发包 预计最快在今年底就能陆续开放 泰管处预计在114年将提升安全防护的措施 经过评估后会再进一步开放其他区域 针对灾害比较严重的包括沙卡党步道 绿水文山步道及坠路古道等部分 则需较长时间进行修复 记者 许立芹 瘦灵香报导